今天带大家探访一处明星别墅区 我现在是在北京顺义的丽京花园 咱们都非常熟知的大明星 巩丽就在这儿有一套别墅 顺义这边别墅区特别多 很多明星都喜欢在顺义和朝阳买别墅 因为这儿离机场近 他们出差拍戏 坐飞机比较方便 丽京花园是1992年开盘的 巩丽在这儿买的是一套3500万的别墅 人家巩丽是国际大明星 这点钱对人家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 大家都知道啊 巩丽呢一直都是拍电影 像唐伯虎点秋香 里边的秋香就是他演的 他和张艺谋合作的比较多 还演过红高亮大红灯笼高高挂 通过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呢 获得了第16届大动电影百花奖 最佳女演员 还演过秋菊打官司 在里边演一个农村妇女 凭借这个角色呢 巩丽获得了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女主角 她获得这个奖啊 那简直就是太多了 她还在陈可欣 指导的电影夺冠中 演铁狼头狼平 咱们接着说这个丽京花园啊 丽京花园是北京首家国际社区 这里边啊都是大别墅 而且面积都不小 她旁边呢还有一个英国的国际学校 这个别墅区里边 绿化面积非常的高 达到了60%的绿化率 别墅区里边还有娱乐 健身 幼教等等这些配套设施 这里边啊住了很多很多的外国人 有什么德国的 法国的 等等一些国家啊 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社区嘛 外国人非常的多 还有香港的台湾的都在这里边居住 这也被称为国际村 别墅区占地面积是22.7万平方米 1992年开盘的时候 拱力在这里边买了两套 一套是高档大面积的独度别墅 还有一套是公寓 但是这个拱力啊 他不经常在这住 是他父母在这住 这是北京的顺义区啊 离这个顺义的机场特别的近 开车十多分钟就到了 差不多也就是六公里左右吧 这个别墅区盖的比较早 他这的风格啊 没有新盖的别墅区 风格阳气 盖的比较早嘛 肯定是盖的越晚的越漂亮 他这个对面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儿 是罗洪摄影艺术馆 罗洪都知道是谁吧 好厉来的那个老板 历经花园里边这个别墅啊 安保性也是非常的强 你看这个墙上 都有这个铁丝网拦着 国际社区 里边这房子啊 面积都不小 都挺大的 这儿是一个双语幼儿园 不用出小区 孩子就能上幼儿园了 多方便呀 这一片别墅区特别多 不光有这个 历经花园 旁边还有历丝花园 历高王府 很多明星啊 都住在顺义 您看这儿写着呢 历丝花园 历经花园小区 罗洪艺术馆 历高王府 都在这一片 这里边这个别墅 也是什么风格的都有 历经花园 现在房价 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 均价是六万一左右 一平米啊 但是它这儿这个建筑面积大呀 这一套下来也不少钱呢 有六百多平米的 八百多平米的 四百多平米的 这一套房子下来啊 也得几百万上千万 这是它对面的 历丝花园 这个应该是比历经花园 盖的要晚一些 这里边的房子 看着也比较新 而且风格啊 感觉也比历经花园 风格要漂亮 人家明星啊 挣钱都比较容易 买别墅 那就跟玩儿的似的 像咱们普通人 现在在北京 五环外边 买套房子 就得七八百万 一般人买不起啊 人家明星 动不动就买别墅 而且都是大面积的 像好多明星啊 买了别墅 自己住不了多长时间 一般都是交给 管家们打理 因为他们经常出差 去拍戏 去演出啊 没有时间 老在这住着 你像巩俐啊 他不止在北京 有别墅 他在深圳也有别墅 肯定在国外啊 肯定也是有的 人家就是 投资房产吧 那好了 今天 就带您看看 这个历经花园 巩俐的别墅区 什么样 明星豪宅 北京的国际村 富人区啊 那好了 这个视频 就跟您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